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 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上次說到 天蟲在我的規格白獅囊裡頂著那個黃色波波出來 就像是馬戲團的狗熊頂波波一樣 他居然頂著那個黃色波波在這裡玩起來 就像是有隻貓仔得到一個乒乓波一樣 玩得不知多開心 我見到之後身裡覺得很心寒 喂喂喂 你主人現在被困在煙臟圈裡 你居然還有心機在這裡玩波波? 真是事可忍 熟不可忍 我生氣到大聲在這裡喝牠 就像是很多主人在公園裡喝自己的寵物狗一樣 但天蟲就完全沒有理我 只是顧著自己在這裡玩 玩波波的時候 和貓仔的動作有幾分相似 除了牠有一對很長的耳朵之外 我喊了幾聲根本就沒用 但天蟲玩著玩著 那個黃色波波的顏色就變了 慢慢由黃色變成白色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被天蟲追咬咬咬 用我鼻子尖去頂一下 那個波波的顏色就會慢慢變淡 不知道天蟲在這裡搞什麼 但好像他不是單常在這裡玩 於是我和羅毛蟬就不出聲了 發生牛頭在旁邊看 沒多久之後 天蟲用鼻子頂開那個波波 我遠遠避開了 這陣子 原來是黃色的波波 變得很快就透明了 那個波波 以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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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難道是要爆炸? 我馬上拉著林浩蟬向後退了兩步 果然那個波波的聲音炸開了 有幾塊碎片還撿到我身上 幸好爆炸的威力不算很大 好像是放了一個大炮掌那樣 很快周圍的煙障慢慢散光 我很開心 原來天蟲是模式模式地解決了這個煙障問題 也沒有人吩咐他 他也沒有什麼表示 在不經意之間就把那個波波玩到炸開了 我大人真明白了 或者他不在玩那個波波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解決那個發氣的煙障 可能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是理解不到的 天蟲見到那些煙障散光 就跳回到我龜的伯伯狼裡面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監柱只見到那些煙障散光 馬上向一圈外面跑 讓他試一下真的可以跑出去了 張雪王嚇了一跳 然後說 那個就是天蟲 你們是怎麼找到最後那塊穴精石的 我馬上跟張大爺解釋了一下 但他意思就是 是蔣黃先生送給我的 張雪王聽完之後也瞄了阿咀 他的意思就是 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張雪王又跟著說 既然那個煙障圈都被你們拆了 那你們趕快走 不要把北極松帽引過來 我這裡有些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個孩子需要更安靜的孕育環境 你們說是不是 林慕蟹握頭也說 明白的 明白的 我們現在就走 現在就走 這時候 陳永雄是個特級保護對象 林慕蟹很快地弄好面蒙魚車 叫我和金雪齋快點上車 但我就說 雪齋輕啊 你就不用去 留下來看著陳永雄 讓他可以順利生產 那邊的事我們過去處理吧 金雪齋答應了我 其實我們也很需要金雪齋 北極松帽要過來 看怕這場是一場惡戰 肯定會有人受傷 金雪齋是否在現場 會直接影響到一個人的生死 不過 張雪王整整的希望就是這幾天 所以 還是等金雪齋留下 我跟著對林慕蟹就說 我們這次回去 不要一下子 就進去蔣黃山營地裡 才埋伏起來 一來可以確保我們是安全的 二來 如果北極松帽真的殺過來的話 我們可以出其不意 林慕蟹也應我說 好吧 還有就是偉鹿 我也很擔心 這邊是個大兔婆 那邊也是個大兔婆 我們不可以有任何閃失 到時候 寧願是我們死了 也不可以被大兔婆受傷害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下半世都不會安樂 偉鄭還這樣抹著頭 真的這樣 偉鹿和何半仙確實大問題 如果他們倆沒有帶那隻枯血戒 我們當然就可以 打得過就打 打不過就走路了 但現在 蔣黃山要打下去 我們就一定要打下去 蔣黃山要走路 我們也要跟著走路 反正 不能讓偉鹿和何半仙 因為那隻戒指而死了 林慕蟹跟著又戒起棉蒙雨車 我們倆向著炮芙山的北面飛過去 飛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林慕蟹把棉蒙雨車停在一個山坑裡 我們倆跟著慢慢向前走 翻上了山頭後 下面看到的就是蔣黃山的營地 林慕蟹的眼睛比我好太多了 看一看下面就說 黃德駱不對勁 你不是跟黃甘銅說了嗎? 叫他告訴蔣黃山和掃雪仔人 快點去避戰 為何下面是歌舞聲平? 你看一看 他們還在互相敬走嗎? 還有 你看偉鹿笑得一朵花 根本就沒有閉藝 對的 我很努力地辨認著 真是如此 這群人好像在圍著掃雪仔人接風 蔣黃山也不是傻子 他很快意識到掃雪仔人很喜歡別人阿如奉承 於是直接和敵人打成一片 偉鹿和黃甘銅居然都坐在裡面 在說說笑笑不知多開心 看到這樣的情景 我馬上把電話拿出來和黃甘銅打電話 黃甘銅一看到是我打過去的 總算知道躲在一旁 然後再接電話 接通後我馬上問他 黃大哥 我們在燕像裡出來了 是天蟲幫手解圍的 不是跟你說了要準備迎戰不極松武嗎? 為何你們好像沒事發生這樣? 黃甘銅聽到之後 在電話裡小小聲跟我說 黃甘銅? 黃大哥 計劃有變 黃蒙老道來了 不過他就沒有出現 在南邊重林那裡埋伏著 不過偉鹿剛才借著去廁所的機會 見過黃武道 老道也見過那隻戒指 他說那隻戒指和把鎖一樣 長弘先生身上 肯定有件事可以解開那隻戒指 只要走過去偷就行了 我聽到之後就說 這樣就好辦 將狼君子叫過來 叫他幫忙偷就行了 黃甘銅就回應我 對呀 我也是這樣跟黃武道說的 但人家老道說的也很有道理 老道就說 我們知不知道那些鎖匙是什麼? 大概生什麼樣子? 偷是可以偷 但根本連什麼都不知道 大概生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那怎樣偷? 如果將長弘先生身上的東西 全部偷光 他也能夠擦到 去到那時候 我們未必來得及打開戒指 如果只有一個河半仙 都可以冒險去試試 但偷錄和蘇哈的命 我真的不敢搏 所以 不可以有任何閃失 聽到他這樣說 我也說 你又別說 何武道說得也很有道理 黃甘銅就繼續說 對呀 我也是這樣覺得 所以 我就決定 不將北極松武 控制著你的消息 跟他們說 等北極松武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那我就方便偷鎖匙了 他們的戰鬥技術簡單又粗暴 不就用殺氣互相頂 到時候是不敢分心的 去到那時候 根本就不用梁君子 我都可以去守身 找到東西出來之後 解開枯血界 喂 我們可以打了 就打了 打不過了 那就走路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武柴燒啊 聽到他這樣說 我就明白了 原來是這樣 你即是打算成人之危 然後再找出戒指的鎖匙 但問題是 何武道說的 能否靠得住呢 黃金彤就得戒指 黃金彤就得戒指 他也是猜猜猜猜的 要論證還是要靠我的 剛才喝酒的時候 我對蔣黃山旁敲則擊 枯血界有鎖匙這件事 十有八九都是這樣的 真是被紅武道猜猜對了 我拿著電話想了一下 像黃金彤說的這樣 真的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了 雖然聯合對付北極松武就很重要 但為了偉六和何半仙 我們也唯有林鎮變過 於是我跟著說 金彤大哥 我們現在來到蔣黃山的營地附近 就在這裡埋伏著 我們就在外面等下 黃金彤就回應我 嗯 你走了之後 蔣黃山就懷疑你是個伴徒 數說真人現在都在動搖著 他們倆在此之之沾沾 在此議論著你 是呀 我聽到之後就明白了 我看到數說真人這麼好溝通 一直都不肯相信 這麼好溝通的人是這麼邪惡的 聽黃金彤這樣說 我總算是知道了 數說真人這個人好像是呂布 完全沒有定性 做事就完全情緒化 來到這麼大年多都完全沒有變過 聽人家說得開心 就可以把整座金山送給人家 聽人家說話不開心 就可以亂殺人了 黃金彤還跟著盯中我 說 所以你現在就不要下來了 下來了之後反而麻煩 還要苦口婆心地解釋一輪 說不定談不上的話 這樣更糟 你就在上面埋伏著 我又問他 但我莫名其妙就離開了 有沒有影響到你 他們有沒有難為你 黃金彤就笑著 嘿 我是誰才行的 偉六現在都入了狀態 現在我們打入敵人內部 你放心吧 收線之後 然後我對林慕禪簡單說了一下 林慕禪也說 還是把梁君子抓過來比較穩陣 畢竟在偷野這件事上 你們是完全不專業的 可不可以殺到北極松武 其實現在不是最重要的 張偉六和何半仙救出來 這件事才最重要的 要穩陣 我聽到之後都說 既然是這樣也好 於是我鋪開營圖 用小天牛把梁君子抓過來 白煙散光後 在營圖上有一塊瓦片出現 那塊正是劉雲雅 沒多久之後 劉雲雅幻化成人形 起來便說 我才浪蕩了幾天 你們又抓我過來 我又跟他說 今天這件事很重要 待會還要麻煩你幫我偷些東西 梁君子便問我 那偷什麼呀 我拎拎頭便說 我也不知道 待會見面打起來後 我帶你去偷吧 梁君子見到 小天牛在旁邊 他便敢怒不敢言 唯有鴨頭答應了 我於是跟林慕蕾在山頭上趴著 等北極松武過來 林慕蕾這時便問我 你真的覺得北極松武會過來嗎? 我應他說 肯定會過來的 除了北極松武之外 不可能有別人在圈禁我們了 只要他們不知道 我們可以離開那個煙障圈 他一定會過來 林慕蕾又說 那你又怎敢保證 他們沒有發現我們離開了煙障圈呢? 我有些狡猾笑著說 噢!如果他們知道了 肯定會回那個山洞裡找張書 如果是這樣 他老人家一早打電話給我們吧 林慕蕾聽到後 我們於是一直趴著等著 現在夜深了 看到下面的燈火都慢慢燃了 大家紛紛回到帳範裡睡覺 到最後 蔣黃山和素雪真人都散了 我們兩個都有點累了 被山峰追著很舒服 我差點鐘鐘鐘鐘睡著了 我和林慕蕾說 沒事啊 我先睡一會兒 你幫忙看著 那個小時後 你叫我起床 換我來直夜 你再睡覺吧 林慕蕾就說 沒事的 你睡就行了 有什麼情況的話 我叫你吧 我跟著迷迷糊地睡著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 林慕蕾把我推醒了 我警方地問他 怎麼了 北極松武來了 林慕蕾拎拎頭就說 你還未來 不過你要起來看看 我張開眼睛向下看了一下 看到整個營地周圍 有一層探探你的藍光 是個大圈來的 模模糊糊 有些好像八卦陣一樣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